字幕提供 如如所示 P為一個小光點 金某面鏡反射之後 成像於Q點 回答下一個問題 第一個 此面鏡可能是 凸面鏡或者是凹面鏡呢? 在題目當中 他沒有畫出他是怎麼面鏡 也沒有畫出他在哪裡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在這邊 這是P點是物體 這個Q點是像 我們這樣做 從主軸畫個箭頭 你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這叫做原本的物體 成像之後 成什麼? 放大的 正立的 所以他是一個正立放大虛像 這樣的話 我的物體經過面鏡 可以產生正立的放大虛像 你就應該要知道 他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凹面鏡才有辦法產生這樣的狀況 第二個 請問這個鏡子的鏡頂在哪裡? 就等於在問你鏡子放在哪裡? 我已經知道是個凹面鏡 那我們這樣做 想解他這樣解 他說 我以主軸為對稱軸 畫出這個P的對稱位置 P' 再把P'跟Q連線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鏡頂的位置 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我們看 如果這裡是鏡頂 我把凹面鏡畫出來的話 你看這個P他發出來的光線 打到鏡頂的光線 會怎麼樣? 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將反射回來 那一定會經過他這個對稱點 因為你這樣子等於是一個 等於是一組全等三角形 上面這個 跟下面這個 所以他直接找出P的對稱點 然後再把這個連線 為什麼連線就是 因為你光線這樣打的時候 你眼睛在這裡看 你會以為光走直線嗎? 他最後要怎麼樣? 延長之後 乘這一個像 所以你反射光線的延長線 一定會通過這個Q點 所以一開始 我知道光線會走這一條 直接把它延伸過去 把P'找出來 延伸過去 這樣子鏡頂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再來第三個 請問怎麼樣 決定球星呢? 決定球星的話我們看 想解說你把PQ連線 跟主軸交會的地方就是球星的 為什麼? 你看 我這個P發出很多條光線 如果某一條光線 我會經過球星的話 那經過球星的光線 你看喔 這條線 打到這個奧面鏡上 這是個球面鏡 這一條線本身就是法線 我們知道呢 通過球星的光線 打到面鏡之後 會沿著原路鏡反射回來 可以嗎? 所以它這邊箭頭是這樣畫的嘛 我打到鏡子 反射之後 會沿原路鏡 又回到P' 然後會經過 它的球星 對不對? 會經過這個鏡子的球星 好 那這樣的話 可是我這些反射光線 延長應該怎麼樣 剛才講了嘛 延長會交會在Q點 所以 你一開始不知道鏡子在哪裡 你就 很簡單 直接 Q跟P連線 這樣過來 他一定會過這個球星 好 所以這是第三小題 那第四小題 他說 行用做圖法 畫出這個成像的位置 那其實我們剛才畫這些圖 就差不多就畫完了嘛 對不對? 我打到鏡子反射就會匯聚到Q 我打到鏡子 如果說是經過球星的光線 打到鏡子會 原路鏡反射 那延長之後會交會在Q 這個大概呢 就是他第四小題 所要描述的內容 你可以看文字的部分 就是我們前面這個2跟3 所決定的一些事情 我們先看 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